几天前,有人发现,在东方航空站上,已经能查到国产大飞机C919商业首飞的信息。 路9191航班,计划于2月28日9点45分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,12点10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,暂未开放售票,群情激动。 这则航班信息却转眼消失不见,随后,东航回应才连设,确实有计划于上述日期进行商业首飞。 具体时间尚未完全确定,他们又回应澎湃新闻,还没确定就是2月28日,目前查到的相关信息算是测试。 不过也就是2月底3月初,从说辞的半遮半眼,不难看出东航对于测试被逮个正着,多少有点始料未及。 但这场小小的乌龙,也从侧面体现出,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国产大飞机。 更具体的说,是全球首架,也是目前唯一一架正式交付的C919,注册号B919。 用谷歌搜索C919,第一个搜索联想词是实事。 而搜索发生过两起空难的波音B737MAC8G型,反而没有此类联想词。 有人等着看国产大飞机商业首秀,也有人等着看它笑话。 从2006年2月9日,国务院颁布2006年到2020年将大型飞机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算起。 时至今日,已经过去了17年。 一场17年的考试即将交上答卷。 C919并不是第一个国产大飞机项目,第一个项目是运10Y10。 1970年7月,毛泽东在视察上海时说,上海的工业基础这么好,可以搞飞机吗? 这句话让项目直接跳过了论证环节。 当年8月,研制大型客机的708工程在中国航空研究院640所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启动。 全国21个省市的262个单位参与研制。 飞机代号运时,1980年9月,运到时首次是飞成功。 按照官方媒体的表述,飞机的成功研制使得中国成为寄营。 美、俄、发之后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发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国家。 当时,美国有波音,外道,苏联有图波列夫。 英法有协和,还有欧洲多国共同创立的空中客车。 早还是买,自主研发还是合资组装。 不同的路线选择在国内一直有争论。 甚至有一派观点认为,研发运时。 只是为了向国际证明,我们有成为合作方的资格。 最终,由于技术不足最主要是发动机。 经费不足,部门和地方利益冲突等原因。 仅生产了两架版原型机的运时项目不了了之,从未实际在客。 1985年3月,在运时最后一次试飞一个月后,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卖道合作,开始组装生产MD-82大型喷气式客机。 几年后,改为生产MD-90。 然而随着卖道被波音兼并,合作戛然而止,筹备好的新生产线仅生产了两架MD-90就被迫停产。 按当时的价格计算,亏损高达5亿美元。 民用航空工业由此耽搁了近20年,直到2002年。 支线客机100座以下,航程3000公里以内。 LJ-21项目经国务院批准立项,才重现曙光。 民航技术人才也出现严重断档。 相关研发人员一度不是出国,就是转向汽车工业。 这一后果绵延至今。 现任工信部部长,原中国商飞总经理金壮龙曾说, 人才不足,是大飞机项目最大的一道坎,空刻E380项目,投入了5000多人的研发团队。 而中国商飞的研发中心640所,到2008年只有约700名专业人员。 2008年,支线客机LJ-21完成了首飞。 大型客机C919也正式启动项目论证工作。 从此,各种资源开始向国产大飞机项目倾斜。 根据中国商飞的统计,国内有24个省市, 一线余家启事业单位,近30万人参与公关。 全球有23个国家和地区。 500多家供应商参与协作。 为什么要自己生产大飞机?原因有三。 其一,经济利益。 根据中国商飞的统计, 2021年,全球共有2563架客机。 其中中国机队3695架,占比18.0%。 这个比例在未来20年可能提升至21.1%。 而根据Flight Global统计的2021年全球百大航空工业企业按营售排名, 中国内地只有一家上榜中航工业。 其余排名靠前的,不是大飞机制造商波音、空客, 就是军工企业洛克·希德·马丁、雷神、 亦或是供应商GE航空、 罗罗、霍尼维尔等等。 机队需求巨大, 飞机生产薄弱, 就会带来巨大的采购成本。 举例来说, 去年7月, 国航、东航、南航发布公告, 与空客签订了一项购机协议, 总计采购A320EU系列飞机292架, 总计购置金额372.57亿美元, 约合人民币2491亿元, 近2500亿元的订单, 也不够满足未来需求的零头。 波音和空客预计未来20年全球将有4万架客机的需求, 价值6万亿美元。 如果中国仍然占据20%左右的市场, 则对应8000架客机的新需求。 通过订单计算, A320EU的单价是1.28亿美元, 而参考中国商费提供的目录单价, C919的售价为0.99亿美元。 假如此后国产化率提升, 售价可能更低, 有了国产客机的支持, 国内航线才更有可能像高铁网络一样广泛铺开, 提升人员物流的运转效率。 而且, 如果这数以千亿元计的采购发生在国内, 又能拉动内需创造就业。 如果来自国际市场的采购, 也能由中国制造商承接, 则意味着更多的产值和就业。 我们都知道, 拿个十一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中国故事, 对于美国则有一个镜像版本的故事, 出口一架波音747科技, 可以弥补进口12000辆小汽车造成的贸易逆差。 按照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的说法, 在美国所有制造业中, 航空航天部门持续创造着第二高的出口额和第一高的贸易顺差。 这一优势地位几十年未曾改变。 其二, 技术价值。 日本通产省曾在大飞机产业的战略报告中写道, 飞机工业是高增值的工业和技术先进的部门, 是知识密集工业领域的典型, 能对其他工业其带动作用飞机的研发涉及流体力学、 结构力学、 自动控制、 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。 飞机的生产则涉及新材料、 电子信息、 装备制造等多个工业部门。 发展大飞机, 对于上游供应链, 以及相关基础科学的发展都能起到带动作用。 其三, 战略意义。 迈道被波音合并, 协和早已退役。 俄罗斯原有的干线客机也已停产, 新机型还在试飞阶段, 大型客机目前只剩波音和空客双挂头。 如果中国拥有自主生产的大飞机, 象征意义本身就是巨大的。 更何况, 实力雄厚的民用航空工业, 也能为军用航空工业赋能。 好处很多, 难处更多, 高额的投入和漫长的研制周期, 不是谁都能承受的。 2010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, 中国商飞获得了100家C919的启动订单, 来自国航、东航、南航、海航、 国营金融租赁, 同用电器金融航空服务公司GKS, 时任中国商飞董事长的张庆为表示, C919计划2010年完成初步设计, 2012年完成详细设计, 2014年实现首飞, 2016年完成试航取账并投放市场, 但现实是, 2014年第一架C919开始结构总装, 2017年实现首飞, 2022年9月才取得型号合格证, 11月取得生产许可证, 12月交付首架给东方航空, 取得单机室航证, 目前C919的订单数量超过1200架, 商飞副总经理张玉金介绍, 计划未来5年产能达到150架, 延期交付倒不是C919独有, 在客机制造领域经常出现, 但对于新生的国产大飞机, 免不了要因此遭受冷嘲热讽, 同时, 由于发动机并非国产, 制造了一个壳之类的评价也屡见不鲜, 三菱重工主导的日本国产喷气式客机, NSA理论上对标直线客机的RJ21, 而非干线客机C919首飞成功后, 日本产经新闻就曾嘲讽过中国, 2023年2月7日, 累计投入了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12亿元研发费用, 六次延长开发期限的三菱NSA项目, 最终宣告失败, 也算是提醒吃瓜群众, 生产大飞机真没那么容易, 香港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利泰曾经透露, C919之所以如此拖延, 还是为了绝对安全, 他在2017年C919首飞后说道, 这架飞机我自己两年前在上海工厂参观过, 当时他们说过没有问题, 已经准备好, 但是国家领导人说不准卖, 一定要101%安全你才拿出去买, 因为大家都明白, 你只要出一个亿万, 批评中国的人就开心到不得了, 就来看, 中国出的东西不行了, 所以无论是上海达州到乌鲁木齐, 还是上海三亚哈尔滨, 尚未交付的几架C919仍在进行密集的验证飞行, 未来, 还在国产大飞机面前挑战还有很多, 美国实体清单的卡脖子, 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, 远程宽体科技C929的研发, 产能爬坡等等, BBC表示, 中国商飞至少还需要10年, 才能对波音和空客构成威胁, 看到这个数字, 小娃竟然不觉得失落或被冒犯, 反而内心十分平静, 我们已经走过了17年, 再过10年有何妨, 中国似乎是为数不多的, 还愿意做, 也能做长期主义事业的国家, 时间, 终究站在愿意做事的人这边。